诗篇第九十四篇 将一切的深渊都交给神 在基督的痛苦中 诗人呼求神报复作恶的人 复仇通常是出于对人的身体伤害 而深渊是通过请求神审判恶人来寻求正义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概括了同样的真理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深渊 因为静上记着 主说 深渊在我 我必报应 无论某人对我们的伤害有多深 我们是否会把深渊的主权都交到神的手中 接着诗人承认神无所不知 他完全知道恶人的想法和行为 既然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 神肯定会惩罚那些甚至沉迷于杀害义人的人 所以在这里呼须子民要有耐心 因为总有一天神会纠正所有的错误 神不会让一个不悔改的罪人逃脱他最终的审判 我们难道不感到安慰吗 最后 诗人说 神是磐石避难所 即使当人类的罪恶达到顶峰 社会摇摇欲垂走向道德沉沦时 也是如此 今天 我们错误地认为 人类的政府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的救世主 这种错位的信任常常导致失望 因为政治领袖也被罪玷污了 在哥林多前书三章 保罗说 耶稣是唯一真正的根基 那么 今天你我所倚靠的是什么样的根基呢 最后 与开头一样 诗人也以呼吸神通过将二人剪除 来执行他最终的正义作为结束 你和我在祷告中 是否也有同样的热忱呢 诗篇第九十四篇 耶和华 你是深渊的神 深渊的神啊 求你发出光来 审判世界的主啊 求你挺身而立 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 耶和华 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他们续续滔滔说傲慢的话 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 耶和华 他们强压你的百姓 苦害你的产业 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 难道自己不诚振人吗 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耶和华 你所管教 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 你使他在灶难的日子得祥平安 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 因为耶和华 必不丢弃他的百姓 也不离弃他的产业 审判要转向公义 心理正直的 必都随从 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 谁肯为我暂起抵挡作孽的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 我就住在寂静之中 我真说我失了脚 耶和华 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 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 就使我欢乐 那借着律力加弄残害 在胃上行坚恶的 岂能与你相交吗 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义人 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 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 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 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 他们正在行恶之中 他要剪除他们 耶和华 我们的神 要把他们剪除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 似乎得胜的世界 恶人迫害义人 似乎不惧怕神 帮助我们耐心等候 你对所有恶者 执行的最后正义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